歡迎大家收聽2022年2月24日星期四的星期二娛樂版 有關昨天的留言 因為有說看東奧的問題 其實本身我不是很有興趣看這些奧運 即是這些運動節目 就算奧運本身也不是很有興趣 坦白說我最初為何會去看 就是因為日本的花滑王子 《遇生結緣》的故事 所以提起了我的興趣 很想看他在比賽最後挑不挑戰到 他覺得最難度高的四周半跳 可惜最後他還是未能夠成功挑戰 就是因為這樣 我留意《遇生結緣》的關係 看到這個項目有多有趣 所以就有繼續留意一下 而昨天的報導裡面另一個問題 就是跟谷外玲做連線直播的大陸仔 我說了他的名字叫張兄毅 其實他叫張毅興 都在這裏作了一點點根證 所以在這裏就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好馬上開始今天的節目 藝人兼前香港代表隊 運動員方力生 今天在Instagram上載了很多張 自己在一套網絡電影叫做 綠耳尼喉裡面的古裝造型照 其實這個造型是他第一次的長頭髮造型 兼夾化了一些很濃的眼妝 其實這套戲叫做六二尼喉 都想像到 可能都是化了一些比較誇張的 應該都是會 方力生自己的Post 就這樣寫著 他說 大家喜不喜歡我長頭髮呢 但這張照片一出 就引起了不少網民留言 不過大家關注的並不是 喜不喜歡他長頭髮的重點 而是他的樣子 因為有很多網友都認為 方力生這個造型是跟石修嚴重撞樣的 然後更加有些網友說 為什麼拍石修歌啊 第一眼望是石修 第二眼望都是石修 而方力生都很搞笑地回應 他就說 有沒有那麼像石修歌啊 我已經馬上傳給他看了 其實以前也有人說過 陳雨昇跟石修和方力生三個撞樣 好像石修的兒子 比起石修的兒子更加像石修 這幾天都有說的啦 MIRROR的成員Jeremy 他就推出了個人作品 終於成功單飛 等足三年 引頸期盼的又怎止他的粉絲 就連MIRROR的成員 和圈中一眾的好友都很興奮很期待 首歌一出 有不少圈中人都在限時動態那裡寫下感受 而Jeremy連日來 就用洗版式的轉發 各方好友的Post 簡單從Post的貼文數量可以見到 Jeremy呢 他的人員圈中都算不錯的 包括有欣怡啦 C All Star的安仔 Era的阿Dee 就連她的師妹Caller的騷情 都有發文說很好聽 而講到最感動的 就一定是她的隊友 Edan的舉動 事關於22號那晚 即是Jeremy的首歌 推出的那一天 Edan就已經立刻在IG上 上載了鋼琴版 他這首歌的鋼琴版 而且寫下長文恭喜這個好兄弟 他這樣說 你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好感動 亦都好驕傲 超級好的作品 完全把你的特色都展現出來 100分 我們以前常說 努力是會被人見到的 是金總會發亮的 現在就是你發光發亮的時候 為了符合你伴這首歌 我都彈了一個溫柔版和激昂版 頭盔摸 真是亂來的 希望沒有錯音 大家喜歡哪個版本呢 我就喜歡Jeremy唱的版本 所以未聽的就快點去聽 聽了的就繼續聽 這個Post 我想Jeremy看到應該都幾感動 Edan的人真的幾真 Jeremy也馬上回覆了他 他說兩個版本我都很喜歡 而另一位隊友教主 Anson Lo 他也有出Post說 Jeremy一直的努力 大家都見到 滿滿的兄弟情 果然是 我當晚立刻就去聽了這首歌 不過他的MV要呈現的感覺很強烈 很strong 而且哥哥的曲風也非常適合Jeremy 我覺得 其他人唱可能就沒有這種味道 或者他唱其他歌 可能就沒有這個強烈的感覺 近年主公影視的林峰 上年加盟華納正式回歸樂壇 他第一首的主打歌 叫唱情歌的人 就特意找來林家謙合作 是一首國語歌 不過 正當樂迷期待 有更多新一代的音樂人 會出現在林峰的作品之際 他最新的主打歌又字未完 反而出現了熟悉的鄧志偉 其實鄧志偉 都算林峰的遇用作曲人 他過往也為林峰打造過 《愛在記憶中找你》 《愛不救》 《Let's get wet》 《借》等等多首經典的歌 那慣有的合作模式是好 只是壞呢 林峰就這樣說 對他我可以很放心 但因為太舒服 所以要分開一下 在各自的領袖上學習 吸收 再去撞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其實九年之間 都有想過是否可以弄回一些歌 但大家都沒有靈感 這首幼稚未完 其實是幼稚園的延續版 那為何會是幼稚園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 每次演唱會都會跟粉絲大合唱 而幼稚園這首歌 就是我第五次演唱會的合唱歌 還好記得當時有半首歌 都是粉絲唱給我聽的 好感動 所以好希望還有一首可以令大家有共鳴的歌 將來開騷一起唱 其實回看林峰當年樂壇的成績 曾經在五年內四次在紅館開Show 三度奪得這個 IFPI香港唱片銷量大獎 全年最高銷量本地藍光手獎 也都連續六年奪得年度的十大勁歌金曲獎等等 但偏偏只有四首歌上過這個叱渣榜 林峰就這樣說 因為其實我另一個身份是演員 而且我二十歲已經入行 其實很明白規則是怎樣 沒有時間去想或者深究 其實也沒得想 很多因素影響一件事 而歌手和演員控制範圍內的事 就是要將作品做好 和藝術始終是一個目標準 說真的 這麼多因素之序 一定是無線 現在換了公司 終於鬆口氣 表示有榜可以上到叱測了 林峰這樣說 因為有歌上榜代表是多了聽眾 這個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至於首歌大家喜不喜歡 真的很個人化 說回去年有些網民說 林峰的唱功演技了得 認為他當年的包裝 絕對不會輸給今天的姜濤 但最終因為無線過分寵愛 即是給了他手搓 獲選這個十大勁歌 金曲頒獎典禮中的金曲金獎 而逆轉了一切 所以我覺得 包裝就無謂跟別人比較 不要跟不同姜濤比 其實林峰當年 我很記得 有些音樂人曾經說過 樂壇已死 由林峰拿金曲金獎開始 其實我也覺得 不知道算不算是TVB太疼他 還是當時TVB自己 跟其他唱片公司吵架 所以杯葛別人 所以搞到根本沒有其他 除了英王之後 也沒有其他歌手 會上去他的金曲頒獎典禮 硬硬塞了林峰去做亞太區 最受歡迎藍歌手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 真的害死林峰的 本來他的包裝是好的 但是 多虧他不少 也有很多人有另一個說法 就是覺得 林峰本身家這麼有錢 怕不做明星 不做明星也不休 事實是的 所以我也覺得他應該是為贏罪 但正正因為這個原因 反而我會覺得更加值得人尊重 雖然他大可以不做 但是他到今時今日仍然是 很努力地做自己的作品 就這件事 林峰自己就這樣看 他說 每個藝人都有自己的歷程 我到現在都不覺得是一件好 或者不好的事 到現在我還認為 是一首好歌 包括所有arrangement 首歌其實是一種當時音樂的熱誠 對當時自己的一種態度 我覺得沒所謂的 從來都不覺得是黑歷史 本身也不是 做音樂一定有人喜歡和不喜歡 至於package的問題 林峰就覺得 不應該比較 也不要想那麼複雜 主要是每個人自己都有優點 而每間唱片公司都有不同的方式 去包裝他的藝人 而他也樂見近年廣東歌 重獲大眾的關注 而今次他這首新作品 很有自眉原 另一個重點 我覺得主要落在頹峰打扮的造型身上 原來林峰就說很無奈 表示 因為最近他忙於拍他的新戲 就怕造型會曝光 即新戲的造型會曝光 近日就跟他老婆去街街都要戴冷帽 之後更加自爆 其實那個MV是戴著假髮去拍的 難道他不剃鬍也是造型來的 因為我覺得他最重點的頹峰 因為他加上又要不剃鬍 難道他新戲的造型就是要不剃鬍 林峰自己說 歌手也是為了聽歌 我覺得又不至於很差 不要緊啦 大家開心就可以了 其實要同時兼顧歌影視都是難的 去年他推出那首作品的時候 即是第一首《加盟華納》之後的歌 就因為電影拍攝 所以沒有做太多宣傳 最後成績也不是太理想 林峰自己說 我有時覺得數字是Bonus來的 當時唱片公司可能會希望更加好的 這首歌我又不急 因為只要它是一首好歌 無論隔了多久都會有人欣賞 以及拿得出來的都一定是自己喜歡的作品 入行20年已經不會太用數據比較 或者左右自己的決定 你可以說是看化了 但我自己就覺得是把重點擺對了 說真的 說真的 這首歌我覺得真的蠻好聽的 但造型我也覺得有點男神崩壞的感覺 又不提數 髮型又古怪 而且整個MV 就這樣坐著唱 對MV有點失望 但這首歌是非常之好 而且之前上一首 第一首加盟華納的歌是一首普通話的歌 這首就是一首廣東歌 當然就focus在廣東歌上面多一點 就會比較好的 但下次真的可以拍多一點誠意 雖然歌手是聽歌 但你也是個帥哥 像別人說的 有整個package會好一點 最近梅艷芳導演版 就在Disney Plus的相架第四集 上一集就以妹姐的感情事為主 來到這一集就講到妹姐和哥哥張國榮的友情 還揭露了1983年的十大勁歌金曲總選中 哥哥的風繼續吹 失落了十大金曲獎 令哥哥在妹姐面前許下誓言 要憑新歌夏年吐氣揚美 來到第四集 時間線就已經講到梅艷芳在泰國避風頭之後 就回香港重新發展事業 而她當年就上了都姐鄭月齡主持的訪問節目 就被尖銳而心懷不軌的問題問到面黑黑 更加立即要求終止訪問 雖然是這樣 但當妹姐冷靜下來之後 就想清楚其實題文的本質 而且更加想正面回應 訪問就繼續 而且交出真心地講出當年的心境和狀況 隨後故事集就去到張國榮的身上 那時候哥哥已經宣布退休 但時間一轉就重提哥哥當時的失意 包括提到他在83年的十大勁歌金曲總選中 其實當年的頒獎典禮在舉辦前一個禮拜已經知道賽果 妹姐就憑赤的疑惑和交出我的心就奪得兩首金曲獎 一念興奮 誰知好友張國榮就未能以這個風繼續吹奪得獎項 雖然沒有獎 但張國榮都堅持出席 認為是尊重自己的行業 其實這件事當年在亞視節目《金夜不設防》哥哥也有親口說過 而且哥哥還以一生人最遺憾的三件事來形容這件事 至於劇集的另一段小插曲 說到哥哥雖然又不服氣 但決心下年一定要吐氣楊薇 還在後台將Monica的Demo給妹姐聽 說下年首歌一定滿足到那班有品味的人 結果第二年Monica的確順利摘下一個金曲獎 雖然情節不知道是不是屬實 但也將哥哥那份堅持和不服輸的精神展現出來 其實再說一點 現在說阿角做到第四集 第三集都有不少經典場口 包括Beyond登場 還有妹姐和情人Ben的關係 還有酒吧被掌摑要去泰國避風頭那件事 也非常精彩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到這裡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與費贊助 拜拜